1月14日 据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报道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联合全球14家研究单位 发布了国际首份2021年海洋变暖报告 数据表明 2021年海洋仍在持续升温 海洋变暖也将引发一系列严峻后果 对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 科学家指出 随着海洋变暖或洋流移动 一些海洋生物开始向海水温度较低的两极迁移 这些分布上的变化 给以它们喂食的物种带来了连锁反应 对于那些已经遭受海水酸化 养枯竭打击的物种而言 资源转移的压力更让它们不堪重负 总体而言 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 去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上世纪30年代以来 海水变暖已经导致可以通过 可持续方式捕获的鱼类总量 减少了4% 我会认为了减少一项研究表明